據德州《丹頓記時報》報導 8月26日美國北德州大學發信通知 該校15名接受留機委資助的公費研究人員 劉學生 告知他們該校已經結束 與該留學基金會訪問學者的合作關係 同時 該校通知美國相關簽證部門 這些學者的學習項目 已經在8月26日當日結束 即日起撤銷他們的J1交流訪客簽證 北德州大學在信中表示 即刻起中斷他們使用學校email 洩服器以及其他資源的權限 研究人員若要返回校園收拾個人物品 必須在他人陪同下才能進入校園 北德州大學用電子郵件回復 《英文大紀元》記者說 該決定只影響15名由該特定基金會 資助的訪問研究人員 並不影響在該大學就讀的其他學生 校方仍繼續歡迎 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的訪問學者 根據美國國務院官網公告 如果學校突然終止與外國的交流合作計劃 參與該計劃的學者必須馬上離境 目前還未清楚是否有其他美國大學 驅逐校內的中國留學生及研究學者 此前美國白宮宣布 從6月1日起暫停某些中國學生 與研究人員入境美國 以限制中共利用美國的學生及研究人員 簽證計劃 來攝取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 美國國務院6月熱日召開背景簡報會說 美國不會容忍中國 試圖從美國的學術機構 與研究機構獲取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 最終用於中國軍事項目 但要強調的是 這個並非意味 美國要阻止所有中國學生及學者來美國 以為美國的學生及學者來講 在學校內的學校內 他們可以拾行的 對方的一切 所以,我們要強調的是